你可以说它是二地双运,你也可以说它是显空的双运 如果能够真正把握到这样子要领的人 他就能够真正的体悟什么叫做大圆禁制 我们有时候有些人他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他不能够见一切法的明跟空双运的自信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些惶恐感、陌生感 说我到了什么地方,这是谁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会感到好像非常陌生、恐慌,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能够了悟到显空双运跟明空双运的自信的话 那样子朗诏的智慧,它就像是明镜一样 它是明朗而没有任何执着的 如果能够有这样子明朗而无执着的觉知的话 这个就是对见有所掌握 但是我们在三 söz中之中给他们 存在一个这个日常的区别人 relating这个日常的日常会有所说的 我们的这个日常叫房双运的 许在这个日常会儿童谐的时候 的这个日常会儿童谐的时候 所以这个日常在这个日常会儿童谐到 是之前一个日常来都有或议 pensar 一样的许wal利 那我們是國安排的時候 然後兩次就兩次 messages 但是為什麼沒了 you don't see you don't see you probably you know you you already 但是是的 但是��를用了 就只有你一直用了 但是用了 往或者用 它 about 发生了 那叫做 就 但是 做 produk 所以 吃 baw一个 白天 為什麼 可以 曾经 王院 当作 人 Oft 我就 那 我和一些把子的西方的那些最高的一種的 如果看你那些西方的西方都是先在江西方的那些 所以就因為那些西方的西方就是叫正英風的 就是叫他為了 就是除了這麼有的 那起來 我老頭到這個了 狩獲的罐子都那就餓了 我老頭到這 我以為你比人家的櫃子都還沒在做了 They're alsoAM self過來, though 一些特別為了 老朗 zobaczy了 一些事 yesterday 發生了 雙刀剖關才他們有1193年 雙刀間說不早,那是雙刀剖關just 雙刀剖關才 雙刀剖關才得到 小破根捨身 jouer 存在的一些罪門 有一些罪行的行为 一人asten 一班百二十三 いる式 途上時間才不是升空间 しか也喝水喝水 сделали 就得我们爆炸熟的人 真的要爆炸熟的人 这个实在他们爆炸的 真是 的钟 真的 剛出的 是挺重的 ACL完全和ill 没想到我说 身体是这样的 这个话是恰恰的 刚刚提到了愿能认识法身觉 法身跟觉性是无分别的 法身我们晓得它是佛的三身 我们应该要晓得佛自己的本觉跟佛的法身是无有差别的 我们称它法身也好 称它金刚石也好 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无生无灭的自信 它确实是不灭的 我们的觉性是不灭的 就算整个世界都坏灭了 也破坏不了 我们觉性分毫 但是这当中有悟跟不悟的差别 如果你了悟觉性的本性的话 那么它确实是不灭 犹如虚空的自信 但是如果你不了悟它的本性的话 它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六道的景象 我们再来讲的是觉性广大的智慧 这个觉性广大智慧当中的智慧指的是本来智慧 本来的那个觉知 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是指它一直都在 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将来也一直都在 那个本来的觉知 它恒始都是有的 这个觉知是恒始都有的 这一点是必须要认识的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那你就能够通达一切了 怎么说呢? 因为佛的一切教法 它从何而来呢? 它来自于佛的教言 那这个佛的教言 它谈的就是这个本不灭的智慧 最终讲的就是这个不灭的本来的智慧 那这佛陀的教言是亘古不变的 也就是说科学家他们试图去从佛教当中借尽 或者试图分析佛教 试图拿佛教去适应科学 但是实际上佛教不需要去适应科学 他们越分析,越了解佛教的内涵以后 他们会发现他们越趋近佛所说的教言 他们越趋近佛所说的真理 那佛所说的,他们所趋近的佛所说的真理 这个教言的内涵主轴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本来的智慧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说要指指本来面目 这三要当中的第一要 这个指指本来面目指指的就是那个本来一直都在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就像是经典里面所说的 他不能够向外寻求 而应当向内反观才能够照见的 旧父主几天送宫他讲的非常的好 他说不曾与自己相分离的新本性 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仅仅只是新事 他把它分析的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新的本性与自己实际上是从来未曾相分离的 可是当你不认识这样的本性的时候 他就单纯只是新事而已 他不是智慧的 所以你要对新事怎么样看待呢? 你应该去分析它,去观它 当你去观你的新事 去直接的照见你的新事的本性的时候 你会晓得新事的本性是明空双云的 就像是密勒日巴尊者他在道歌里面所讲的 不应该去看心而应该去看智慧 应该要照见的是智慧 而不是随着心转 他说不见众生见佛陀 就是不要去看众生相 而是看众生的本性为佛陀 就像这个道理一样 你去直观世的本性 会晓得它是明空双云的 它是明了性的同时 它本性也是空的 如此一来你就不会落入各种的分别当中 认为我是内道 我有别于外道 我是修行人 别人不是修行人 我是旧派 他是新派 如何如何 这样子的分别念 就是完全是随着心事而转 而不随智慧转的一种标志 所以我们必须要向内反观而知道 心事的本性 然后就能够去觉知 了知心事的觉它的本体 这样子的话就掌握住心的本性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安住在当下的 不患散的安住在当下的心 这个就是所谓了知发生跟决心 无别的禅秀 当下的心事 他们在这些都是 除了不禅秀的 每一次都没有连接 使用 人们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 人们的关系 有关系 您的关系 人们的关系 因为他们在区内的东西 只要 后来是我们的东西 但是,我们是一个人的商量 我们一直在里面 有一个人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是20个年代 在这儿、我们已经送出 要是一个人的东西 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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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参加你缺奶油缺乏 尤其是你一天 你妈妈的食材 不给你 admission 你与点创舍 你不认创舍 你也不认创舍 你不认创舍 那就不认创舍 你一个一年 男的女、 男的 fame 东习叫 小的两个也可以 在并下 那种东乱的就是 并得过分 between their Proof 累死了 看血肠来 它数字盗里面 差着不顺了 我们用血肪去 买得过分 但我觉得 当你想到使用用 弱吉他,你召开枪 整的牙链都在地上 他们为什么要小牙链都在地上 人们组的是 徒老徒习都在瓶子里 宅نا就跌地下令人 习掉了 后来前一次 就这么做 这就是这样的应该 这就是对车的ición 你怎麽能把他建设在我里面 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禅修、实修 但是,到底他的禅修跟实修是否合乎标准,是否有用 完全取决于他遇到静的时候的表现 他遇到恶缘的时候,他如何应对了 而不是在平常煞有介事的修持 就像是莲花生大师曾经讲过的 就是遇到恶缘的时候,才知道是不是修行人 所以我们应该要晓得,当遇到违缘逆境 特别是遇到怨敌的时候 他就是考验我们,或者是帮助我们增上见解的最好的时机 遇到敌人的时候,你才晓得 你才能够真正的增上你的见解 才能够晓得自己的实修是否有用 怎麽说呢? 因为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基本上会有三个过程 第一个是认识对象 第二个呢,如果我们从解脱的角度来讲 第一个是认识他 第二个是转为道用 第三个呢,是弃入光明 就是三个阶段 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能够以这三个阶段来实修的话 我们会先认识他,没错 但是我们会认识他是敌人 我们认识他是我所不喜欢的人 哦,这个人我不喜欢 因为他如何如何 我不喜欢他 然后再来 我们不能够把它转为道用的话 就会卡在,会陷在你对这个人的觉知 对这个人的感受上面 你会开始体验对他的种种的判断 他是如何如何 有一种想法,两种想法,三种想法 不断地就延伸下去 当你缺乏正知正念的时候 你就开始对他产生相的执着 你就确定,这一个人他真正就是我的敌人 他就是跟我作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以前面从开始认识到强化你的感受 到缺乏正知正念而落入相的执着 之后你就开始造业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了知者 他并不是绝,他是事 你是被心是随着事而转的 你是随着事而造业的 虽然我们说烦恼跟智慧 它是并行的,它是并存的 可是解脱的方式是要讲究的 就是如何在烦恼的当下能够解脱 能够认识烦恼而转为道用呢 首先也是先认识 当以称心为例好了 当你称心升起的时候 你先认识到称心升起了 称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称心的本来面目是本来的智慧 就是内心的真实的上师 它就是所谓的广大决性智慧 你晓得称心的本来的自信 就是内在上师 就是广大决性智慧 如此一来就能够直视它的本性 而不被它有向的称而转 那么也就不会随着外境 不会随着自己的心而转的时候 就不会落入造业的这一个循环当中 否则的话我们心随着事的作用而转 那么最后就产生了自向的称而造业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纠纷 都来自于随着这些烦恼而转 包括了嫉妒包括了称心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总是随着称心嫉妒等的烦恼 随着心事而转的话 你的实修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所以应该要晓得仇敌也好 称心也好 尤其称心是最重要最真正的仇敌 你应该去感谢他 你为什么要感谢他呢 因为这仇敌它引发了你的称心 由于引发你的称心 你能够见到称心的本性 所以你能够见到这个本来广大的智慧 所以应该要晓得说 原来称心它对我的恩德是不可限量的 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仇敌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有恩惠的 他的恩惠难以报答的 应该要这样子去看待外境 看待外缘 这个才是真正的实修 自工人 hanno去看待下 他们对于 reading 既然也做了任何大事 就要教授 人们的费用 我们的费用 都给人家干什么 他就在这边 我们这个费用的费用 你还请自费用 我不是这边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们都会 这一天学び进行为自华军的治疗 中国是因为日本人还没有受救养 你们准备到一个国家的治疗 这一天学习身在教沌 如果回答一下,我会认为 Shaun is here. 除了自己的治疗,我会认为父母是教沌 但他们不会带过他 所以他们在学习俱乐部 胜利的倔疗. 我还不会说他会认为他 以为我学习俱乐部 但他们在学习俱乐部 这个政治中心理和辜运 这个你认识的认识啊 这个人被冲死了 就是想把纳本的交换 把纳本因议刺着 我说在纳本上 这个人义的 你认识最深远的 在这个亚颜巫的 我支持这个人 那是说 我现在我这期认识 我做这个人 我这次认识了 我现在他们 我说 这种东西 小准备 别人继续没有胜,没有胜. 他们继续没有胜,没有胜,没有胜. 我们是一个胜, 在胜,几乎看看他们的胜, 我们可以先对胜, 背面有胜, 在胜, 再说你自己的胜, 这是什么? 刚刚提到诚心 我们可以说万象都是来自烦恼的 比方说地狱就是来自诚心的自相 而一切事件都是来自于诚心、嫉妒心等烦恼所造就的 这时候你应该去观三界众生的称 跟自己的称其实没有两样 它是同一回事 三界众生的称它的体性跟自己的称的体性都是一 它在我们心的本性当中是唯一的 没有二可言 当你晓得了这一点以后 晓得说哦,这个是仇敌 好,它是仇敌 那我对它称成称 那称的本性是什么 它的称跟我的称的本性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称的本性实际上是决心面目的 这个时候称它的作用就 就荡然无存了 然后你的微笑又可以再回来了 所以当生起称的时候 要直指称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直视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去禅观称的本身 大恩上师任不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比起做其他的禅修 修一年的功夫 还不如一次针对性的对称去做观修 称对称的观修 它的重要性远胜于一年的长期禅修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观这个称心献起的时候 对于密宗的行者来讲 特别是大恩门的行者来说 称心烦恼不是问题 他献起的时候其实是契机 一次一次的称心献起的时候 一次一次的可以去观它的本性的 所以像我也是会称心称心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去把它转为道用 就有机会去把它转化成为自己的妙药 如此一来我们就无所畏惧了 所谓的无有畏惧的安忍就是这个样子 他能够在了知实相本性的情况之下 对于一切无所畏 无有所畏惧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广大的决心智慧 这个广大的决心智慧需要烦恼分别念的柴火去燃烧它 一次一次的有烦恼分别念 一次一次的反观的时候 能够使我们的烦恼得以转化为本来广大的决心智慧 你需要有这样子的念头升起的时候去指示它 然后它能够转化为广大的本来的决心智慧 如此一来我们能够做到转苦为乐 转逆缘为助半 休止是要这样子去做的 嗯 不然人家中的有些人 我认为是在家中的家庭 那你不懂得了 你不懂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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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你不懂得了 你不懂得了 在外面的家庭上 你不懂得了 只要是零食 你学生的一部分 一部分那些是 我就把你把这些人求, 因为你能救啊 那就不过一部分提供وع就这么想 你 répondre到或发生啦 你会找到这些人 酸调的本土上去脖子不好 但是它就像是老公文化的 在提托里面的东西 在家里有很专心的东西 像是说老公文化的东西 你実在讲中经常都没有 互相同是最后的交 都一边改变 这不是但我 但是我一直在操住 我不替耳朵 我曾经自己的船长 不然我以为了 我以为的是 捏雨的翁 一物不太贵 但是我跟一般的船长 也会在家里里 这么高了 所以,刚刚讲到了,知止本来面目者乃第一药,以上所讲的主要是见解。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见解就知道了,是不是万事大吉,一了白了,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如果你只是认识,但并没有真正的了悟的话,那么心事就是心事, 你还是不能够直辞本来与你不曾分离的心的本性的, 你还是随着心事转,而不是安住在心性当中的。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去信受业利因果, 你要去培养慈心跟悲心,如果不能够信受业利因果,你只是自己强害自己, 自己给自己带来困扰而已,就像是《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 称心能摧毁千节所积聚之福德。 应该要了解称心它的过患,你如果不能够真正的去正视你的称心的话, 而不能够晓得业利因果的道理的话,你最后仍然是会困在烦恼所造成的, 这些祸根,这些后患当中的,生生世世以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之所以在过去的生生世世当中,能够转世在暂时人天善去的地方, 就是因为有慈心跟悲心,如果有慈心跟悲心的话,将来仍然能够转生在上三岛, 乃至于有慈心跟悲心,了无无我的话,将来也能够成就佛果的。 所以并不是说只是对于见地有所认识,就一切万事大吉了, 你必须要有慈悲心,要有耶利因果的观念,去不断的巩固它,去辅助它, 就像是朋友之间交往,有时候能够交往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有时候就反目成仇,就可能无以为继, 乃至于可能刀剑相像,像这样的情况是为何呢? 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缺乏了爱,缺乏了慈爱心的缘故, 所以能够巩固这个友谊的是什么? 巩固友谊的就是慈爱心,那一切善业的根本, 善业的根本也是慈爱心,如果你缺乏了慈爱心的话, 那最终造就地域的就是缺乏慈爱心的称心, 称心自相的展现就是地域相,这一点是逃不了的, 就像是有了种子,必然在条件、因缘都成熟的情况之下, 必然会开放出花朵一样,就像是修罗道的本性就是基督, 基督心的自相,展现为非天阿修罗,是这个样子的道理的, 同样的我们的心,这个粗大的烦恼之外, 它的底层则有细微的烦恼,这些烦恼也是会影响我们的, 所谓的细微烦恼,比方说,细微的贪心, 实际上就是对于果的希求心, 细微的称心,它实际上就是对于果的优惧心, 西优,就是希求跟优惧,这两者就是贪嗔的细微的面向, 这也是要加以转化,加以看,加以去指示他的面目, 而不随他转的,那么就如同伟大的班智达拿若巴尊者, 他曾经讲过的,他说修行者并不畏惧有分别念, 因为分别念就像刚刚所说的柴火,分别念越是旺盛, 他愿能够焚烧出智慧的火焰, 所以随着分别念越强,你越懂得处理这个妄念的话, 你愿能够转分别妄念为智慧, 如此一来分别念就是助缘而非阻力。 好,请大家休息三十分钟。 啊! 我马不默 、 ! ! KAYO! ! Aが活字幕称呼符! Aが石最終 entendant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